蒙恩典的经文是约翰义书三章三节 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 像他洁净一样 阿们 接下来游行广场值班通过视频见识 之后三大大教区上 李美英牧师正道提摩之有着指望的人 亲爱的圣徒们 我们迎来了2021年 大家新年都有什么愿望呢 在今天的主题经文中说 咱向他有着指望的 就是说如果得救 拥有信心 有去天国的指望 就洁净自己 像我们的主洁净一样 我们唱的比较多的一首《万民赞美》 有这样的歌词 看透我的心灵深处 了解我的主 为了我精心建造的新耶路撒冷 我的家 其实叫大家用自己最喜欢的所有的东西 设计自己天国的房子 也很难把细节设计出来 让你把喜欢的全都说出来 也不一定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而我们的主 看透我们心灵深处 知道我们最喜欢什么样的房子 该如何建造我们天国的房子 主为我们盖的房子会完全和我们心意 将来我们到各自的房子里 会特别满意 觉得特别神奇 我们的主怎么会如此看透我们的心思 为我们预备这么好的房子 会让我们感激不尽 在天国 人们没有奸诈的心 没有善变的心 对无论过多久 起初的感动都不会消失 喜欢就永远都会喜欢 刚到天国的时候很喜欢 过了几百年后又不喜欢了 不会这样 喜欢就永远都会喜欢 大家在指望天国的时候 应该这样想过 我希望天国的房子 房间是这种颜色 有的人喜欢紫色 有的人喜欢绿色 用自己喜欢的颜色 想想自己喜欢什么颜色 用这种保持装饰 希望有动物园 游泳池 大湖水 还有条漂亮的步行路 这样该多好 大家想要什么 在天国都会为你准备 进入新耶路撒冷的神的人里们 神会成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愿 这合乎公义的法则是必然的结果 他们在这地上舍己 全然遵从了神的旨意 将来到了天国 会尽想自己想要的一切 如果我们全然遵从神的旨意 只做讨神喜悦的事情 父神 父神就会成全我们所有愿望 因为儿女们遵从了父神的旨意 所以父神也会满足他们所有愿望 被形成这种关系 否则 在这地上随心所欲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到了天国 就没得享受了 因为一直都是随心所欲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父神不会成全她的愿望 当然惭愧得救 只去乐园和第一层天国 也会比这地上幸福的多得多 根据各自的信心 享受最好的生活 但那荣耀和幸福 怎能比得上新耶路撒冷呢 才爱的父神 希望我们所有人 指望新耶路撒冷 有的人说 我只要能去天国 就心满意足了 我只要去乐园 去第一层天国 只要能够得救 就知足了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因为还没有彻底断绝自足 自己想要的 最喜欢的 没有断掉 所以得不到圣灵的帮助 即使受到圣灵的主管 也不能顺从 所以 所以不可默针 新耶路撒冷认为 只要能得救就好 但父神并不希望 我们只是去乐园 一层天国 第二层天国 第三层天国 父神希望我们能够 享受新耶路撒冷的荣耀 我们要明白 神的这份心意 为争取 进入新耶路撒冷 做出坚持不切的努力 去年12月份 金永熙一号牧师 70岁 江寅摩教区长65岁 退休了 两位牧师积极探访圣徒 一直都是我们的模范 金永熙牧师 探访了很多年老的圣徒 要他们申请 他就不管有多远 都会去探访 江寅摩教区长 他负责的地区特别远 他自己开车 特别喜乐地去探访 这两位 他们的退休致辞 特别感动 说第一次来到 万民中央教会 到现在一直 一如既往的 想尽忠 若以后要全然成圣 把自己保持得 完全无可指摘 还要继续为主任牧师 和圣徒们祷告 指望天国的人不会说 我到现在热心尽忠 以后可以休息了 而是更加努力成就圣洁 让自己变得 完全无可指摘 帖撒罗尼加前书 五章二十三节说 愿此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淋雨魂雨 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 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摘 就是说 要做好心腹装扮 等待主再临 不可以玷汉自己 我们心中要充满盼望 可慕在不久的将来 在至美的天国和亲爱的父神 永远生活在一起 拭目以待 必再来的主 要迅速尽灵和全灵 要做正解主 合格的心腹 杜绝世俗的罪恶 圣徒们 指望天国的人 要过哪一种生活呢 第一 要喜新革面 过崭新的生活 要想进更好的天国 又要更新自己 成为讨神喜爱的人 成就圣洁 爱神 讨神喜悦 可是我已经悔改了 我要改变 为此认真祷告 我已经很努力了 不要这么说 除了真心悔改 恳切祷告 还要真正得到更新变化 不要旧貌不改 重蹈覆辙 要真正得到更新变化 过了一年 两年 时间再久 还一样作恶 反复地做悔改祷告 多让人着急呢 信息没有长进 停滞不前 都会把恩典忘掉 不被圣灵充满 不知不觉中 一核框框更加牢固 还变得骄傲 美丽沉睡 有人来迷惑也不会分辨 轻易犯上重罪 万民的圣徒们 通过信仰生活 改变了很多 以前总说太累了 现在改口说 太感谢了 我很开心 没有了怨言 只说感恩喜乐的话 在经受熬恶恋的时候 也会暴露恶性 但靠着神的大能 可以改 所以不要灰心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可见不只是外在的行为 每天改造自己 让内心一天心思一天 信仰才不会停滞不前 要洁净自己 像主圣洁一样 像主洁净一样 这才是有指望的人 若是葛牧主 盼望天国 却仍然犯罪 这种人没有办法实现愿望 犯罪还说自己指望天国 那都是谎言 如果信 就要拿出证据来 很多人说自己相信神 但只有这方面的知识 没有行为随着 于是拿不出信的凭据 圣经告诉我们 人洁净自己 弃罪成圣 月时圣洁 就能进更好的天国 真心指望天国 盼望 新耶路撒冷 就要脱去罪恶 让自己变得无可指摘 就连浮现的念头 说一句话 面部表情 心态 也都要按真理而改变 要学天国 只要有信心就足够了 不要想得这么简单 要靠那信心 捷径自己 这才是关键 在成长过程中 关注的错误的思想 由此打造的自我 也都要改 这样才能靠真理 把自己打造的 更加完美 这样才能服侍他人 这样才能求对方的益处 全心全意 荣耀父神 每时每刻 都要心怀恳恰的 愿望 做出努力 比如 你很爱生气 那么每当遇到 让你生气的事情时 要祷告神 向神交托 尽量忍耐操练自己 美国第三任总统 托马斯·杰斐骏 在他的书房 写着一句话 当你生气的时候 从一数到十 数完再说话 如果你非常生气 那就数到一百 我们韩国也有一句话 忍 忍自有三 可免杀人之祸 生气的时候 不如好好想想 我这么生气 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仔细想想 这样就不会因为 一直的冲动 而做出惭愧的事情 免得到之后 后悔莫及 为时已晚 当我们这样渴慕 做出努力时 神会赐下恩典和能力 让我们得到更新变化 让我们杜绝黑暗 成为神有能力的儿女 解敬自己 就像主 解敬一样 全家敬重的人 可以全家敬重 站在其中一个阶段 能给人带来感动和生命 如果心里还有负面情绪 就当把它离弃 要努力成就更为善良的心 有这指望的人 第二 要把罪根拔除境界 一旦发现了罪恶 为此悔改 就当迅速地把它根除掉 发现后悔改 发现后悔改 不要这样反来覆去 发现后悔改了 就要把根本的罪性除掉 不要忽略小的罪性 想要成为主完美的心腹 就当尽快把罪性离弃静静 我们要天天改造自己 让自己一间心思一间 如果只改 看得见的 不把深深扎根的罪性 拔除 就不能说是彻底离弃了 即使没有犯罪 哪怕只有一时的念头 也要把它找出来 清除干净 好比杂草 只割除表面 还会长出来 必须把它根除 才不会长出来 白雪多么漂亮 现在下雪的时候 多么漂亮 但是等它 灯雪化了 下面的垃圾会更脏 灵界也是一样 蒙恩典的时候 到什么都会幸福充满 在受熬恋的时候 才会看到真实的自己 我不是那种人 我实在是太累了 是某某人害我这样 我只能这样 不要这么说 要发现自己的恶根 把它清除 不要认为这个过程太累 要洁净自己 这样就会磨成神的形象 能去更好的天国 要有这个探望 给大家讲一个姊妹的见证 这位姊妹 她遵行神道 服侍他人 谦让别人 听了不好的话也会 但是当她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开始抱怨 为什么救我 总让我做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总是让我做这些事情呢 她就开始说怨言 抱怨 她的同事们说 就算 你再怎么 委屈 也要喜乐感恩 但是因为她心里不充满 所以听了这样的话 不开心 值得感谢的是 这位姊妹呢 她平时 一直在祷告 参加代理祷告会 她就祷告生 我虽然受了委屈 但是我应该 喜乐感恩 但是我心里不舒服 求父神帮助我 他这样祷告 父神就从上头赐给他感动 让他能够发现根本的恶 帮助他能够拔除这恶根 我们也一样 我们有新年定期祷告会 我们的院长这样带领我们多么感恩 把每天 把一天 当中有 委屈的 不高兴的事情 我们为此祷告 这样 就会 就会得到更新变化 真正有 天国指望的人 就能够发现 自己的恶 能够离弃 那么罪和恶有何区别呢 大致上 罪和恶都是与真理之神的道相反的非真理 是与光之神相反的黑暗 进一步地说 罪和恶有本质上的区别 好比一棵树 恶就像看不见的地里的笨 罪就像看得见的树枝和果子 树枝和叶子和果子 由根生猪树枝和叶子和树叶和果子 同样罪也是恶的产物 恶以具体形象简陆 那就是罪 因为我们里面有恶 所以会做出犯罪行为 所以我们不应该接受罪 还要发现心中根本的恶 把它离弃 我们可以做到 因为我们在蒙受极大的爱 感受到父神的爱 受害的人 不单会离弃罪 连恶根也会把 野根也会除掉 总有一天我们会恍然大悟 原来耶稣的性情也和我们一样 也会感觉到痛苦 但耶稣爱我们至深 甘愿选择了那条困难之路 神看透万事 欲知欲定 但在耶稣背负时价值 众古人先知受难时 神的人女们受饿恋时 也会痛苦 流泪 主和先知们感受到神的爱 反而安慰了神 我们也在感谢蒙受罪的赦免 得到拯救的恩典 只要在心中 行歌里 就会进入更好的天国 我们有着盼望 如果相信耶稣 是因为我的罪而受死的 我们也不要先想着自己 谁是想着 父神在看着我们 能够想到主 如果相信耶稣 是因为我的罪而受死的 就再也不要犯罪 很多人说是信主 但不遵行主的道 圣经叫我们 常常喜乐 仰望天国 要爱仇敌 说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撞过来由他打 有人要拿你的礼仪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 你如果相信耶稣 是因为你的罪受死的 却坚决不要犯罪 你就不会求自己的益处 会遵行父神和主的旨意 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寡妇和幼小的儿子 生活在一起 她的儿子叫了一些坏朋友 经常偷饼干 玩具之类的东西 有一天在商店被逮了个正着 老板性情火爆 说 我说那些东西怎么总是不见 原来都是你干的 他开始报答那个男孩 男孩的母亲听到消息后 赶紧跑过来 就老板原谅他 但老板继续打他 那位母亲就抱着孩子 替他挨打 老板说要报警 那位母亲就给他下跪求饶 答应他全额赔偿 这下好不容易和解了 母亲被打得全身发青 但什么也没有说 把孩子带回了家 孩子忐忑不安地等着妈妈训他 但母亲什么话也没有说 还给他做了晚饭 那天夜里 孩子无法入眠 听到母亲偷偷哭了一夜 爱的圣徒们 我想他如果爱他的母亲 就不会再偷东西了 因为他亲眼目睹了 寒心如苦把自己养大的母亲 因为自己犯的错误 被人打骂 嫁跪求情的场景 听到母亲心疼儿子 哭了一夜 都这样了 他怎能再去犯错误呢 如果他有良心 对母亲哪怕有一丁点的爱意 还怎能去偷东西呢 妈妈对不起 都怪我不好 让您受委屈了 妈妈谢谢您 我爱您 说完这些话 还能去偷吗 发生这种事情后 儿子又去偷东西 又让母亲受到羞辱 那么母亲还有什么心思 可以活下去呢 再怎么不懂事 也不能这样 而有的人都不是小孩子了 明白人情事故 还经常犯罪 耶稣是因为我的罪 被病在指字架上受陷了苦难 为我流清水和血受死了 就这样流泪 天上感谢祷告 过后 回到智障 又去犯罪 这不是信心 有信心就当远离罪 最起码 不要犯情欲的事 如果继续犯罪 就不能证明 爱那位背负我们的罪 而受罪的主 倒是把主重定十字架 明明地羞辱他 我不是说那些与罪恶相争 但因为信心还小 不小心造就其犯罪的人 虽然没有清楚罪恶 但只要为离弃罪而做出努力 神也会看作是信心 当我们感受到 父神更大的爱之 父神会加给我们力量 帮助我们把罪性和恶离弃静静 有这指望的人 第三 要爱弟兄姊妹 约翰一书三章十节说 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 谁是魔鬼的儿女 凡不行意的就不属神 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这节经文 用两种方法区分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 第一 行不行意 第二 爱不爱弟兄 行义是指遵行神道 对自己有利才会遵行 否则就不遵行 自己能理解的才去顺从 否则就不顺从 这就不是义 全然相信 顺从圣经六十六卷经文 这才叫行义 所以说一个人来教会 再怎么积极 如果像世上人一样充满罪恶 就不是义人 说不上有信心 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神的儿女 第二个标准就是看他爱不爱弟兄 这弟兄不单单是指有缺缘关系的亲兄弟姐妹 也包括邻居 亲朋好友和主内的弟兄姊妹 阿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说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神 这是见命中的第一 也是最大的 第四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说爱神爱人如己 这在诫命中是最大的 指望天国的人不仅会洁净自己 还会爱弟兄 十二月份 我在探访一些圣徒的时候 听到他们说 2021年 我要积极传道 我们在感受到神的恩典和爱的时候 会积极传道 向到处传自己经历的神 传讲天国和地狱 上周我读了死前见证光 我读了牧师在接待神后 传道特别积极 却说为了多传一个灵魂 到处寻的灵魂 到处寻找我该给谁传道 他一直渴慕祷告 为了离弃罪 浸食了很多 那院长 我还看见院长 在经营店铺的时候 也是一直唱赞美给人们传道 经常照顾邻居家的孩子们 做很多好吃的 跟他们分享 跟区域的圣徒们 还给他们煮面 有的时候给他们做冷面 炒年糕 就这样 灌照别人 照顾他们 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为他们祷告 盼望天国的人 会关心身边的人 看看亲戚邻居机关 宣教会会员 有没有人信心软弱 盼望天国的人 肯定会爱弟兄姊妹 主动关心他们 照顾他们 我们要爱弟兄 爱他们如己 人们会怎样照顾自己的身体呢 是有营养的 穿好的 天冷注意保暖 天热又给身体解热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举肠补短 遮掩自己的过错 同样对待弟兄姊妹 这就是爱 我们如果没有经受这些熬恋 可能认为 自己在照顾弟兄 爱弟兄 而经受这些熬恋 当有人伤害到我们的心 就觉得伤心难过 就是先想到了自己 我这样努力 我做得这么好 可他不懂我的心 我们不应该让心疼自己 要心疼对方 我的弟兄姊妹们受到熬恋会有多么难过 有人说话伤他的心 他心里会多么难受 要像对待自家人一样 对待自己一样 站在身边的人 给他们关爱 我不是说要用熟肉的方式安慰他们 应该用真理正确分辨 要像对待自家人一样 对待自己一样 爱他们 对他们恒求忍耐 看到弟兄冻着 饿着 还只是在嘴上同行他几句 这不是爱 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资助他们所需用的 就像以前参加训练会的时候 替别人交会费 互相照顾机关 宣教会会员一样 要彼此关照 我们要一同进入新耶路撒朗 我们是主内同工 各自填充神所认可的故意 成就对万民策划的世界宣教和 严重新耶路撒朗的项目 我们有着共同的指命 其实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也都一样 长时间可慕寻求真道 可慕离弃罪 可慕护求祷告 我们认识了万民中央教会 当听这些真理之道的时候 多么幸福 祷告的时候多么感恩 我们发现自己的罪 离弃罪的时候多么喜乐 不要忘记这段时间 2021年我们要像看待自己 看待自家人一样 看待身边的弟兄姊妹 看见他们跌倒 就看着他们的眼睛 让他们伸手 鼓励他们一同前进 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也不帮忙 看到他犯了错误 就指点他在别人面前 给他接点 这不是爱 当看到有人犯罪 走向死亡 就当用真理提醒他 劝勉他 让他悔改 不去努力拯救灵魂 本着自意和矿矿 攻击人说三道四 说他坏话 这是在恨弟兄 即使对方还有不足 也要相信他 对他忍耐 想想如果是主 如果是牧者 会怎样对待他们呢 我们要学会包容 遮掩别人的过错 爱神 磨成神的形象 爱人如己 这在诫命中是最大的 我们一定要把它铭记在心里 向结论 盼望天国的人 不会犯罪 会把罪性拔除尽禁 盼望天国的人 会爱弟兄 对我们来说 此生并不是全部 我们盼望永恒天国 不会想着吃什么穿什么 我们积攒财宝在天国 把自己打造为 讨神邪爱的人 我有时候会想到 众古人先知和 众古人先知在经受熬炼时 顾不上自己 一心想着神的旨意 照顾众灵魂 他们不住地祷告 传扬了神的福音 结果受到迫害 有时候还要躲起来 但他们总是唱着赞美 满心感恩 使徒保罗 广传福音 遭受了那么多苦难和逼迫 还说天天压他身上的 就是为众教会 众灵魂挂心的事 在万民所经受的 祝福祷恋当中 我们要警察自己 有没有对世界产生了好奇心 还是更加探望 我们要填充这些工艺 就像父神和主先向我们伸出手 先来寻找我们一样 我们也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帮助他 给他力量 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资助他所需用的 我们教会有很多见证 很多圣徒遇见神 依靠了全能 定得了医治 定得医治的圣徒们 感谢神医治他们 之后听了神道 随着慢慢明白神的心意 就更加感谢他们所遇见的 与他们同在的神 我们的主任牧师也是 从来没有忘记 医治他拯救他的父神 从来没有持续感恩之心 他深爱他所遇见的神 赐给他美丽天国的神 所以在这信心路途上 依然奋力前进 愿我们亲爱的圣徒们 也要每天离弃罪和罪性 关照身边的弟兄姊妹 探望天国 思考今天听得到 通声祷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